圣经新约全书 圣经和合本一神版 马太福音 第27到第28章 这是小杨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马太福音 第27章到第28章 第27章 到了早晨 众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上意要致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 借去交给寻福皮拉多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 实际银钱来说 这是血价 不可放在库里 他们商议 就用那银钱 卖了窑户的一块钱 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那块钱 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了先知耶稣的话 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 十一丝猎人中所固定的 买了窑户的一块钱 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寻服面前 寻服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毕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做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一致寻服甚觉稀奇 寻服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期 随众人所要的 释放一个秋饭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出名的秋饭 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 毕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寻服远知道 他们是因为基督 才把他借了来 正座堂的时候 他的妇人 打发人来说 这一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寻服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 巴拉巴 毕拉多说 这样 那成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钉十字架 寻服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毕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凡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留这一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毕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钉十字架 寻服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英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荆棘边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尾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涂唾沫在他脸上 那尾子打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扔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孤立纳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后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哥哥他 意思就是独楼地 并定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粘就分他的衣服 就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 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 鸡翘他 摇着头说 你这柴毁圣殿 三日要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韩文士 兵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神的儿子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 计较他 从无证 到深处 遍地都黑暗了 越在深处 耶稣大声喊着说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伊利亚呢 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 拿海绒 沾满了素 绑在围子上 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伊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忽然 殿里的帽子 从上到下列为凉拌 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睡圣徒的身体 多有其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进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白副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地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 那中有莫达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西匹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瑟 是亚里玛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皮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皮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瑟取了身体 用干净西马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走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 就去了 有莫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 对着坟墓坐着 此日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聚集 来见皮拉多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把手拖荡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白信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皮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请你们所能地把手拖荡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 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手拖荡 第二十八章 按齐日将近 齐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 地大震动 因为有住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山殿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的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载你们一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取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 给兵丁说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 又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 就照所祝福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 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第二十七章到第二十八章 完 马太福音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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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